今天中午,勞福局羅志光局長和他的同事 與經民聯幾位立法會議員會面 解釋政府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的初步構思 經民聯就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是很多次 與各大商會和中小企商會討論和溝通 在今天的會上,我們與羅局長強烈地表達了工商界的訴求和憂慮 主要是有這幾點的 第一,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模式和有關法例 是經過多年的討論才達成共識 當年政府向當時的立法局提交 一九九五年強制性供積金計劃條例草案時 是曾經強調 他的政策目的是以便僱傭條例所規定原用已久的抵消程序 是繼續適用於強積金計劃 僱主是無需雙重付款 而當立法會審議一九九七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條例草案時 當時的政府官員亦都再道提指出 他說這個抵消的安排之所以能夠獲得通過 是因為當時的大部分議員都認同 在未經勞資雙方對任何其他方案達成共識之前 強積金是應該繼續沿用這個既有的安排 而長伏金及遣散費的問題 應該在檢討整體勞工福利時一併考慮 這個才符合勞資雙方的利益 這就是為何有對沖的背景 而這個倒沖安排實際上並非始於強積金 而是原來的僱傭條例已經有這個安排 經文聯就向落局長表達了強烈的意見 認為在勞資雙方未有新的共識之前 若果貿然是推翻以往的共識 對廣大的僱主並不公平 亦都對原本是相對和諧的勞資關係造成損害 第二點 根據政府的估算 即使僱主願每個月增加百分之一的供款 但是長伏金及遣散費的財政負擔是沒有減輕的 即是說現在這個構思方案中 就服務一年有三分之一的工資 而那個上限是三十九萬 而且供款十二年計 按政府的估算 都仍然有超過一半的中小微企 是未有足夠的儲備 來支付長伏金及遣散費的開支 經文聯認為政府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否則僱主特別是中小微企更加難以負擔 第三點 一些中小微企僱 有可能因為要避免陷入長期的潛在負債的危機 採取一些非常措施 例如說讓僱員變成自僱的形式 甚至是乾脆結業 最終是由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來埋單 如果這樣的話 僱員的權益 其實就會變得更加沒有保障 所以我會想要再加上欠 第四點 經文聯認為上述的情況 對於本港的僱傭關係 是帶來極深遠的影響 亦都破壞了勞資雙方和充共濟的精神 是絕不利於社會和諧 破壞了香港的營商環境 所以經文聯認為 政府的取消對沖的構思方案漏洞太多 在沒有社會共識的情況之下 政府是絕不可貿然施行的 以上就是我們見完羅志光局長之後 對於他這個構思方案的幾點的回應 看看各位有甚麼朋友 有甚麼問題 經文聯關心的呢 就不是單是 在這十年或者十二年的過度的安排 因為 整個香港的營商環境 香港的勞資關係是長遠的 我們政府亦都鼓勵年輕人創業 將來這些初創的企業 這些可能是請幾個僱員 一起拼搏 好幸運 這些僱員亦都樂意 和僱主長期拼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出現了 這個長伏金和遣散費 不要說真的要倒閉了 但是在會計上 你需要作出準備金 這個時候其實對於這些中小企 是一個很大的承擔 如果是真的經營上發生問題的話 其實 計數就很簡單 根本呢 一個月是供1% 是根本是不夠支付可能存在的 這樣的風險的 這個道理和計算是非常簡單 政府呢 就不能夠將全港平均的 僱員流動的一些統計數字呢 簡單化這樣呢 就當是每個大小機構都是這樣 因為小企業呢 其實它假如是面臨這個倒閉的時間呢 其實這個承擔呢 這個責任對它來說是很沉重的 那其實呢 相對呢 大企業都一樣 不能夠簡單地以呢 是全港僱員那個流動的 這樣的統計呢 是將它呢 就用在單一的企業 單一的僱主那裏 那今天呢 其實 對於呢 是那個 那今天呢 其實 假如是真的要取消 這個強積金對沖 在那個過渡期 是怎樣再進一步 支援呢 是企業呢 這樣 那在今天的會上呢 是沒有足夠時間呢 是探討 但是我們提出的問題呢 是一個更加強烈的問題 在這十年或十二年之後 那些企業又怎樣運作呢 它怎樣解決當年 推出強積金的時候 政府呢 都順勢旦旦旦 說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退充安排 使到呢 僱主呢 不須呢 雙重供款 也都不須要呢 擔心呢 在這方面呢 引起那個 那個責任的問題 而是呢 以通過呢 每月供款去勝責 去解決 但是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這個所謂 初步的構思方案之中呢 政府是根本沒有解答到的 所以呢 是對於 長遠的 香港的營商環境 還有呢 是怎樣解決 以上所提出的 一個實質的問題 實質的憂慮呢 在會上呢 我是感覺不到 政府呢 是有什麼具體的解決 它現在只是集中呢 就是講過度方面的安排 而政府呢 是並不肯呢 是有一個長期一點的承擔 那在這一方面呢 我都要再強調 我們講回 以往 強積金成立 為什麼有對沖 和以前那個 那個條例呢 其實呢 就是 也都說明 其實在 在客觀上呢 就對沖呢 是 的確呢 在應付企業 的這個責任上呢 是有一個 相當重要的作用在裏 如果假如要取消呢 你都必須 對於這個責任 是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而一個很簡單的計算呢 已經計到呢 其實對於企業來講呢 是單以一個月工 一個percent 這樣的方法呢 是沒有辦法 是 是 滿足到 將來要遣散 要給這個長期 服務金 時間 的時候呢 那個財務上的 承擔的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 但是可惜呢 政府對這個呢 似乎都是 充以不問 是沒有 認真呢 去思考 和回答 這個一個 存在更加長期的問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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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I think his very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is to answer the employer's concern about that long-term liability. So without a good answer on how that long-term liability problem can be resolved, I certainly will think if the government just want to do it their way, it will at the end of the day hurting the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in Hong Kong and hurting the long-term liability of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Do you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has tried his best to use it? I really did not hear any good answer about the question on the long-term liability because our concern is not jus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you know how the government put aside some funding for the transition but really our interest to be the long-term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and also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K 沒問題了 好 謝謝